建大家下次松口先生 那么他要给我们来主持最后的这个闭幕式 非常感谢 三个台马上高先生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非常高兴来总持IGF2013第八届在巴黎召开的会议 我们在这个闭幕式的时候呢 各方都会有些代表来发言 首先是Alien Armstrong 他是来自Uandessa 他要代表吴宏波副秘书长来发言 现在有请Armstrong女士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各位尊贵的嘉宾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里代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事务部 来在这里做闭幕式的发言 我首先要感谢 Tiffen Toh-Sembierin 格西亚 他是马来西亚的信息与技术部的 他是信息部与技术部 印尼的印度尼西亚的信息与技术部的这个部长 另外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 他们的这次会议的主委会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也感谢H Pandy 非常感谢所有的其他的本地和国际上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机构 因为他们的实物或者财务上的支持 其实我们这次会议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联合国的公共事务部的这些同事们 也非常感谢日本 也感谢日内瓦在贾加达 以及在泰国的办公室的同事们所做的努力 当然了也非常感谢IGF的秘书处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使得我们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 我也非常感谢实况转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 使得我们能够有了这些这个会议的实况 同时我也感谢各方他们对IGF这次会议的成功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最后我想感谢你们所有的你们都是IGF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使得你们的这种参与使我们这次会议成为可能 这也是我们多利益相关方参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这次这个会议参加的这个人数在不断增加 那么在巴库召开的会议当中呢 我们也有很多的参加人员 在这次呢我们参加的这个人数呢几乎是翻倍 那么我们在这个会议过程当中所举行的各种的研讨会呢 达到了一百多个 让大家都能来够积极的参与 在今年的IGF的会议呢 可以说开的正是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那有很多的安全威胁 另外还有呢网络监控出现的这些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呢都是我们网络的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够来解决的 我们也知道在2014及2014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 2013和2014年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是我们要来确定2015年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 同时我们也必须这个问题呢 同时在10加1的会议上呢也在进行讨论 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联合国呢通过了一个高级别的名人小组 我希望能够用这个高级别的名人小组的来做出更多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会议上呢我们主要是讨论 如何建立一个桥梁呢 以便能够使得这个网络的治理呢 有可持续的发展的嘛 ICT的会议在纽约呢也在召开了 大家都通过我们应该对宽带进行更多的应用 同时呢要能够进行更多的能力建设 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这个英特网 同时呢也要使得英特网的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呢 都能够进一步提高 同时呢也希望以后人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 那么这些ICT的技术的使用呢 可以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经济社会的部门也在这里认为政府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者 我们认为政府的这些目标应该能够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对于IGF来说呢 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园景 以便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和负责任的网络 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接触网络过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们面对着共同的这种挑战 所以IGF呢在建立桥梁方面呢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第九届的IGF会议上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在联合国还会进一步的提供这个支持 以便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这个英特网络 我们第八次会议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们要共同来确保IGF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进一步的反应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这个加强我们的合作 建立起更好的英特网的一个世界 我也希望大家喜欢享受在巴黎岛的这一段时间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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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在座的所有人让这个会议如此的成功 在筹备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考虑了CSTD工作小组的意见 特别呢我们是遵循了一些这个关于会议组织的这个形式的一些建议 关于如何能够更好的让它能够产出结果有更切实的一些结果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成果的文件呢也会反映出各种更在融合的或者说是在有分歧的这个意见 我们也是请所有的这个利益全国方呢告诉我们对每个会有什么样政策上的重要的考量 我们也是改进了这个国家和区域的IGF的这个工作 纳入到整个的总体的这个议程当中 并且呢我们也建立起了一个能力建设方面的这个会议 以及一些这个介绍性的会议 今年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创新 我们很多的主题呢都是一些重要的这个政策议程上面的 包括这个治理互联网的治理一些多例相关方参与的原则 网络犯罪垃圾邮件 到互联网为这个持续和可持续的发展的这个作用 以及2015年以后的议程 正如此前会议一样呢 我们再一次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 在各个利益相关方针进行求同存异的讨论 这也是在各种不同的议题上面反映出来 特别是在这个政府的监控方面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来找出在这个敏感的政策领域 对政府的一个指导的方针 这样才能建立起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任 所以说换句话说呢 我们再一次证明了IGF的价值 它又是一个各个社区互相交流信息和意见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 这也是反映出了我们这个工作小组 它的意见得到了财纳 今年的会议上面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方的大力的支持 我们需要进入再接再厉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 对IGF秘书处的这个资金的援助和支持 我们也是再次呼吁各利益相关方 对这个事业继续你们的支持 当然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 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提高 等到会议以后呢 我们已经会就开始为明年的会议开始筹备工作 我们这一届的IGF呢 今天结束了 但是明天我们就开始为2014年的会议做筹备工作 我们呢 首先会进行回顾 要求各利益相关方告诉我们 本次会议会上面 哪些方面做的成功 哪些方面做的不够成功 明年的会议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做的更好 IGF的秘书处也会 号召 希望这个 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资金小组呢 整个明年继续的能够组织下去 那最后呢 我要感谢秘书处 由陈干潭领导的秘书处 所有的人员都做了非常的好 但是在资源非常少的情况下 实现了这种一点 我也要感谢联合国金社事务部 由Armstrong来代表的 对IGF的秘书处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最后呢 要感谢我们的印度尼西亚的东道国 感谢他们的热情的好客 以及精心的组织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发言 谢谢大家鼓掌 接下来一个发言的 Semi Sangraban 来自印度尼西亚 互联网供应商协会 Pangraban先生呢 也是 还有GF2013年印度尼西亚组委会成员 Pangraban先生 请发言 谢谢主席 谢谢给我这个时间和这个机会发言 那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这么多人面前发言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紧张 如果说看起来紧张的大家也是请谅解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我是代表UPG 印度尼西亚互联网供应商协会发言 这个协会是在96年成立 目前的成员数达到283 ISP 97年呢 我们被认为全球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我们印度尼西亚互联网的这个注册机构 目前呢我们也是为超过600 印度尼西亚600多个呢分配了IP地址 我们在这个全球有六个这个办事 全国有六个办事的地点 我们在这个2010年的首次接触到IGF 在2012年11月份 我们签署了IDIGF的声明 这是在这个公民社会私营部门 也得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支持 自从之后呢 我们一直是致力于这个多利医生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我们对2013年IGF的这个筹备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但这也展示出开放的对话 以及开放的心态 是确实能够给一个这样一个多利医生官方的国际论坛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对我们未来的物联网的用户的自主尊身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呢 也得到了多个机构的支持 这是一个真正多利医生官方的一个过程 在这一节的IGF当中呢 IPv6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是多个供应商提供了IPv6的服务 那我们也很高兴呢 说呢我们IPv6的这个流量达到了 所有全部流量的20%以上 这已经超过了全球的一个平均数 我请代表印度尼西亚的IGF的委员会呢 感谢联合国金社事务部 IGF的秘书处 以及所有MH这个顾问小组的成员 正在你们支持下 我们才能够成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召给第八届IGF 我们呢 也想感谢各个这个捐助的机构 以及赞助商 特别是我们印度尼西亚的这个通信信息技术部 以及外事部 感谢他们所有的支持 最后呢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以及志愿者 真是有你们的这个辛勤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举办这样成功的会议 希望这些人员 所有的我们的委员会 以及志愿者能够起立 为第八届IGF这个工作的这些人们 我发言的最后呢 我要感谢所有的这个与会的代表 感谢大家对本节会上的这个参与和贡献 你们的意见和会建议呢 会对未来的互联网的全球的这个治理和发展 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如果说在这个会议期间 大家遇到任何不变的话呢 也是表示歉意 希望大家呢 在巴黎过得愉快 并且呢 回家的路一帆风顺 谢谢大家 谢谢盘古拉盘先生 也要感谢所有志愿者的支持 我们接下来的发言人 是安华尔一呢 来自这个非洲网络信息中心的CO 有请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们 女生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参加这个会议 第八届 阿杰弗会议在巴黎岛召开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 我想代表我的同事 感谢我们的 首先是东道国 感谢你们非常周到热情的安排 这个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蒙特维蒂亚 负责互联网技术架构的管理和协调的领导组织们 共聚一堂 谈论了互联网这里的未来 并且呢 也对未来的挑战呢 提出了这个相关的需求 为此呢 我们必须需要各个社区之间共同的合作 来进行一个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的互联网合作关系 IGF正是实现或者启动这样的一个努力 最好的一个场所 这个在巴黎岛举行办的会呢 让我们可以跟利益相关方去互相的交流 看如何的走下一步 IGF呢 再一次证明了它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对话的平台的意义所在 在我们看来 讨论这样重要的微妙的问题没有更好的一个地点了 没有一个利益相关方是可以各自为政独自完成的 决策者也需要技术群体的意见 而我们的法律和监管的体系 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对于技术的深入的了解 决策者也需要了解 从经济角度看 可行的方案 而且决策者以及技术专家也需要理解 社会上可接受的一套准则 商业群体以及公民社会呢 也需要有这样的确定性 确保他们的目标会被实现 他们自己的问题呢 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往前进步的一条路可以走 不是说能做到的就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因此呢 我们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一个对话 对于一个健康的互联网生态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蒙特维迪亚声明的这个签署方呢 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他发表以后的一些进展 包括本周的IGF上的这个讨论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这个声明得到了很好的这个 这个反响 而且呢 这个也是自此之后呢 有非常开明的一些讨论的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在会议之后呢 继续这样的讨论 以一种非常开明的方式 以改进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合作的一个机制 我们希望所有各方都能够积极的参与 包括政府 公民社会 商业界 和技术社区 以一种公平的方式 以IGF的精神 本着这种精神去参与 我们希望所有相关的各方都能够积极参与 因为我们面前的工作有很多 在规划准备方面 都要准备那个明年 这个2014年5月巴西的大会 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当然我们在蒙特卫地亚没有谈这个会议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欢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进一步地讨论如何的更好地解决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这个挑战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合作的 英特网合作的精神 这一点在巴黎IGF的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的确为了使得网络的治理能够进一步地发展 我们需要在讨论当中继续让它向前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以便能够推动各界能够参加进来 在IGF的基础上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星期我们确信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加强IGF的能力 能够做好准备带领大家向前 而且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会议当中呢 有更多的做更多的工作 这个秘书处现在它的人员不够资金不够 我们承诺要给IGF的这个秘书处 要让它能够有更加可持续的稳定的财务的基础 我们也希望各界能够给予支援 包括这些公司和包括这个公民社会 希望大家能够各尽所能 这也会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利的 我们也呼吁联合国能够帮助我们 做更多的工作 加强秘书处联合国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潜在的这个捐赠方 另外呢目前秘书长的特别的顾问的职位还空着 已经空了三年了 我们必须要能够填上这个空缺的职位 我们也希望联合国的人员 在这里开会的联合国的人员能够把这个信息呢 传达给秘书长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在这里用的是IPv6的这个服务 那么实际上呢 在所有的150个MB每一秒当中的这个流量呢 大概有30个MB每秒呢 是IPv6的这个流量 那么这代表了我们整个流量的20% 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这一点 最后在结束之前呢 我想再次感谢东道主 为我们的这个热情的服务和提供设施方面的高效 他们的面带微笑的服务 给这次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后呢 我也想感谢联合国和IGF的秘书处 感谢他们的努力的工作 使我们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 组织了这样一个丰富的 而且富有活力的会议 再次感谢他们 也感谢陈克台先生和他整个的团队 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发言 下一个是西达拉斯米先生 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人类资源部 他同时也是IGF第八次会议 2013年这次会议的组委会的成员 现在有请您发言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各位尊贵的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这个会议呢 是在2013年 在这个印第尼西亚政府的支持下召开的 我们做这个会议呢 他的使命呢 就是要是我们意识到 林特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同时呢 他也是我们进行这个法律 教育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因此呢 他就呼吁有更多的利益 相关者能够参加进来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政府组委会 在做的这个会议的准备的时候呢 从头到尾都必须要能够反映 利益各相端方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在准备IGF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够确保 能够把各级的利益相关者 都能够包括在地 包括政府 包括公民组织 包括学界的人 同时呢 也包括这个各个公民社会 我们同时呢 也得到了很多的在财务上的支持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这其实依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旅途 但是呢 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次旅行 我们也在几个印度尼西亚呢 也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更好的 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的这样的机制 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利益相关者呢 可以共同努力 以便能够确保一个公平的包容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 我们在2013年的 这次IGF的会议呢 都是公开的 我们也认为 那么他要通过这个事件呢 使IGF能让全球更多的人 来了解 最后在这里呢 我想感谢所有参与到IGF 准备工作的所有的人 尤其是 他感谢他们的这个精力 充沛的这个工作 另外我也在这里感谢 我们所有的这些支持机构 和所有的赞助方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才能够有机会在这里 进行共同的讨论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 拉斯米女士 拉斯米女士 那么他在建立IGF的 印度尼西亚分会的时候 他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下一位叫 法列巴迪亚先生 那是印度的商 印度商会的数字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现在有请巴迪亚先生 主席先生 各位阁下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我代表商界 我想感谢巴黎 感谢巴黎 现在第八届IGF的会议 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这里我想代表 国际商 代表国际商会的 所有和商界的人 以及所有的这个信息 技术信数界的人呢 来感谢 这次会议的召开 在这里呢 我想非常感谢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感谢他们的周到的服务 也感谢他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让IGF会议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召开 在这次会议当中呢 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这个问题 以及如何建立起来一个 更加安全 更加容易获得的 领特网 我们也谈到了 它在这个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 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这个话题 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跟政治 以及跟这个网络的政策的 这个制定的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同时也是能够使我们 进行更多的讨论 那么讨论的话题还涉及到了 如何有更多的这个基础设施 如何能够考虑到这个政府政策的制定 以及人权保护 以及网络的这个监管等等 我们有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开诚的 不开诚不公 那么商界将会进一步的支持 这样的讨论的方式 同时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的 这种概念 我们现在在政府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 有充分的活力 我们希望能够在各个组织之间 包括政府 私营部门 学界以及技术界的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这些商界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团体 我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的合作 才能够使我们的有更好的政策制定 在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对话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进一步加强 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也意识到 我们需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和结构 以便能够使得利益相关方的各方都能够参与进来 同时要提高各利益相关方的这种能力和责任感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做出贡献 那么IGF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庭 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让我们分享不同的想法 同时也使得我们能够在各个层次上的 对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IGF它有非常大的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商界非常支持IGF 我们认为这个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者的参加 将会在未来保证英特网的这个成果 许多的变化在今年将会进一步的发生 我们通过这些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网络的治理过程当中 政府所要扮演的更加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的治理就成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必须要能够携起手来 以便能够共同来保护公共的利益 同时要能够使得这个新技术的这种运用 得到进一步的这种加强 我们同时也要能够保证在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当中的这些工作 我们也要能够进一步的支持在全球的层次上 进行关于英特网的这些政策的讨论 那么它需要能够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各方 都必须要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利益上的平衡 以便能够达到我们在任何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这些后果 我们在过去的这四天当中 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实际上是在过去的八年当中 做了很多的讨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IGF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努力的工作 对于这些商界来说 我们需要能够跟各方进行合作 这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 那么对于整个商界来说 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也意识到 对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讨论 会进一步的加强英特网的充满活力的 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也需要有个好的政治的机制 以便支持IGF和JGF的发展 前一位的发言人也提到了这一点 IGF它一直在促进一个更加开放的 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网络世界 那么它的努力将会在全球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网络 谢谢 非常感谢巴蒂亚先生 下面 有请Gashadala女士 Miss Adela女士 各位下午好 我要搞些巴黎岛 感谢印度尼西亚 主办本次会议 不管我去到哪里 都看到这里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热情好客 以及他们无穷的创意 这也提醒我互联网最终的受益者 是他的用户 我非常有荣幸 今天在公民社会前面发言 这个IGF的利益相关方的这个群情 也是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多样化 但是对于互联网的发展上 最重要的是其可持续性 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建立起桥梁 今天只有通过这个合作 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一点 我也要赞扬这个咨询顾问小组 通过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但同时呢 这个远程的参与 我们知道 因为有时候不仅仅是距离 还有缺少支持和资源 使得很多人不能够而来参与 还有包括这个语言的障碍 这个意识不足的障碍 以及国际旅行的这个障碍 都是这个问题 今年的IGF呢 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这个也是在这个过去的 IGF的会议成功的基础上呢 继续建立 并且更多的考虑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 而且呢 因为我们有了很好的数据 这个还有我们也考虑了 现在这些方面的挑战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预计到2020年呢 这个 这个 整个的数字社会呢 会达到40Z比 差不多是40万亿的级比 那么这个是非常大量的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多数的公民社会的参与方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关注到 我们这个主题的这些讨论的变化 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参与 因为有了这个网络连接的便利 这也在不断的便利 不断的变化 也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 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个技术来确保 不管我们身处何方 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说互联网的这个 获取呢 一直是我们IGF的一个重要的讨论的重点 今天呢 应该是这个联通性已经会这个增加 特别是因为手机的这个普及率的增加 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进行 但同时因为我本人来自一个小小的这个岛国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互联网的这个 这个在岛屿小国呢 以及在这个自发达国家来说 也必须要考虑他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获取 并且呢 人口可以在这方面取得尽管式的 他们不会落伍 我一直在关注于这个使用数据来促进发展 但同时呢 也要考虑到这个包容性 包括这个隐私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方面呢 是过去多年的一个讨论的重点 包括在这个IGF上面讨论 今年呢 许多的这个讨论会 虽然并不关注数据 但是也是开始考虑到这相关的问题 这是一个挑战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和这个数据的使用 不断的这个联系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紧迫的问题 这些呢 必须要各立相关方的配合 包括公民社会 我们要包括这个互相的学习 我们这个开放数据的世界呢 正在不断的增长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就是只要把数据开放的 某个地方的某个人 是可以拿来做有用的事情 你可能本人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说呢 我们是继续的希望 在上面有更多的讨论 包括这个互联网 治理的原则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开放 能够更好的去解决 我们一些 我可能预想不到的问题 这样可以继续的 为这个互联网 这个可持续发展 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希望我们本周的讨论 以及我们这个巴厘岛人民的 这种创新的精神 能够跟大家找到共鸣 所以非常高兴 能够代表公民社会 再次发言 我是Terry McAfee 现在大家都开始学印度尼西亚语了 Terry McAfee 这个好 今天是周五 一般来说在印尼周五啊 这个我们是要不上班了 所以说女生们先生们 下面一个发言人是 Benedicto Fonessa Fillo大使 他是巴西的这个 外交部的这个科技处负责人 这里有来自巴西的朋友吗 没有吗 谢谢 谢谢主席 Benedicto大使呢 他因为有急事 所以他先提前离开了 我呢 代表他向大家致歉 不能够参与这个并不是 那我代表巴西政府呢 祝贺 RJF这个成功的举办了本次会议 也要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开诚布公的讨论 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些都是跟互联网治理未来相关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巴西政府是全力的支持RJF 这可以从我们这个高级别的参与的这个代表就看得出来 我们的这个通信部长为首的这个代表团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开幕式上也做了发言 此外呢 我们也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团 来自巴西 包括公民社会 商界 学界 等等的代表 以及当然有政府参与了我们的代表团 所以对我们来说 非常荣幸 能够来到这里 带着一种开放的这个心态开放的一个邀请 现在我再次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 帮助我们一起去规划组织 并且参与到明年将在巴西举办的这个峰会 所以最后呢 我也是给大家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邀请大家来参与 那么也谢谢大家 在这个会议上面做出的贡献 这个会议非常的有成效 我要感谢RJF的秘书处 主办方主委会 以及所有致力于筹备本次会议的人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接下来要发言的是Eka Mayer 是CTO墨西哥 Mayer先生 墨西哥代表团 想感谢各位 对于这个本次会议的这个出色的组织工作 感谢各位 并且感谢来参与的代表互联网的各个部门和行业 我觉得这个会议对于这个提高Eto互联网的发展 并且加强它的透明度 以及它的包容性 都有很多的重要的意义 并且对于这个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 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确保这个数字方面的发展 会让所有的人都能从技术当中受益 并且能够加强这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 数字这个领域呢 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要这个直面这些事迹的挑战 墨西哥呢 它发展当中是把技术方面是考虑在内的 这是和我们五大这个政策这个指标是一致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球的责任也是一致的 因此呢 墨西哥政府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发展 在2013年6月呢 发表了历史性的这个手册 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探讨 我们尝试在这个互联网的方面呢 做出更好的建立更好的能力 我们希望能够普及电信服务 互联网和电视服务 同时呢 我们也在努力确保这个每个人都有能够 接入互联网的权利 并且每个人都有获得内容的能力 并且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会帮助我们确保这个这个免费 获取互联网的这个承诺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需要确保电信通信能力的这个获取 包括在这个宽带层面上面 我们有非常具体的目标 在这个培训通信方面 沟通方面 我们也是在尝试我们提高大家使用这些工具的能力 这会给我们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我们也相信呢 墨西哥这种跨越式的发展 也会让我们进一步的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质量 互联网是属于全人民的全人类的 而信息技术呢 也必须是属于能够让全人类都获取的 这不应该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我们应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 这个是毫无例外的 这也是为什么IGF如此重要 它呢起到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 而墨西哥政府支持各个部门 共同参与的这样的态度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墨西哥政府呢 在2017年也欢迎大家 我们也一直积极地参与互联网这里的工作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希望在2017年墨西哥界 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明年IGF会议的东道主国代表 来看看土耳其电信和通信技术协会主席 以及伊桑德本 他是交通通信部部长 副部长 特别助理 来给我们发言 谢谢主席 尊敬的女生们先生们 首先呢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TAC of Agenda 我是土耳其的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管理的是所有ICT相关的监管的问题 以及互联网发展的政策 我还要介绍伊桑德先生 他是交通通信部部长顾问 我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选择伊斯坦布尔作为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 现在我想请伊桑德先生 他会给大家提供一些 下一个IGF会议 2014年第九届IGF的更多的信息 谢谢大家 也谢谢 这一次的东道国印度尼西亚 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 谢谢 非常感谢阿杰瑞士博士 我叫伊桑德德 我是交通与通讯部的部长的顾问 我们已经正式宣布 作为交通与通讯部 土耳其现在已经成为2014年的IGF会议的候选国 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九次大会 作为土耳其 我们非常的确信在网络治理方面要采取多利益相关反主义 IGF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探讨所有关于网络治理的一些细节 我们所面临的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一些挑战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讨论和解决 它非常的全面 也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能够指导我们的政策制定 IGF的价值 使得我们承诺 以及它的承诺 那么使得我们能够愿意愿为IGF做贡献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来主办下一届的IGF的会议 我非常感谢ITU所做的这些努力 以及联合国机构 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所做的这些努力 使得IGF这个机构在不断的发展进步 我们也非常感谢ICAN对于这个机构的支持 大家可能也知道ICAN把IGF选择了下一次会议的一个会议的所在地 我们的这些政府和我们的这些公民社会都非常感谢 我们也感谢ICAN 感谢C.C.C.Kroker 也感谢所有的这个董事会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们感谢ICAN的所有的人 对于我们在当选的会议 召开地的所提供的支持 我们要尽我们的权利 以便能够对全世界的英特尔网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 那么全世界呢 有很多地方的人已经把伊斯坦布尔当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心 现在我想请大家看一个土耳其的一段录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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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想邀请大家在明年的九月份 都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来参加第九届IGF大会 我想会议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厚的印象的 希望能够在伊斯坦布尔见到各位 拉卡拉布尔先生 非常感谢给我们介绍了下一届会议的这个情况 希望能够在那里看到大家 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我想请蒸茜茜茜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非常感谢 首先有两点更正 首先 Mexico 墨西哥的刚才的这个代表呢 曾经提到的那个会是在2016年 他要说的是2016年 这是这个第一次呢 我们来这个宣布这个下一次会议的东道国 我们这个在这里召开的这个会可以说是IGF会议到目前为止最有意思的一次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的人 首先我想要提几个人 首先是印度尼西亚的组委会 我想你们做得非常棒 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沟通 来组织这个会议 我想感谢你们 同时还有信息技术部 我也想非常感谢你们 我想感谢萨胜孔女先生 还有 周莫杰隆先生 她是Mag的代表 她来自印度尼西亚 非常感谢 也是她提的建议 另外还有Edgy 我想感谢Edgy的主席 三名先生 非常感谢 特别感谢 汉豆瓶 我觉得 她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给她带来了很多这个难题 但是她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她 我在这个做的时候 有很多的让她头疼的问题 有的时候半夜会给她打电话 她都接了 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多年 非常感谢 她也是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们进行了很多的互动 几乎每隔一天 就会有沟通 以便能够组织好这次会议 最后我还想感谢 Ola 不知道在不在 Ola在吗 她 给我们组织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都是她做的 从联合国的角度 从联合国方面 我想特别感谢 Alien Armstrong Lava Riza 还有Victoria 那么她给我们的这个秘书处很大的支持 当然我们这个秘书处虽然不大 但是有很多要做的工作 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的团队 我们没有这个这么多的全职的团队 但是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 大家请站起来 大多数他们都是年轻人 Laura 在大家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哪儿呢 他们在哪儿呢 Brian Brian 那她是在纽约 Serena 她是志愿者 来志愿来为这个会议来服务 大家也知道 IGF的秘书处很大程度上是 依靠这些 志愿者的 另外还有Andrew Andrew请你也站起来 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工作 非常感谢 还有Fazenai Edmond 他们也都是这个团队的 Daniel在不在啊 Daniel呢 从一开始呢 就是这个会议的 这个协调者 那么Daniel可能是 已经有大概是 有四十多年的 这个这方面的协调 已经有四十多年的经验了吧 And 还有Wallington Wallington呢 他现在不能来 那他现在可能还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 另外还想感谢所有的 这些议员们 他们是来自奈罗币 大家可能已经 注意到了 今年的网络 要比往年情况好得多 他们做得非常好 大家也知道 印度尼西亚实际上是一个英特网的国家 有我们的这些团队 以及有我们的这个网络的 这个传播的这个团队 我们也得到 得到了这个内罗币的这个团队的支持 还有Chris 他是我们的这个会议非常安全 最后还有一点 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Mag 因为Mag实际上给我们今年的这个工作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日程 Marcus 当然了他是Mag的主席 一直把Mag领导得非常的好 最后 是我要感谢IGF整个这个团体 如果没有IGF这个整个的团体的努力 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因为他们聚在一起 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成功的会议 非常感谢他们 最后 想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Messie 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Sekitos 还有Tedma Kissi Handering 还有Yong Terahol Mart 我说了这么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辛格戴先生 我想抱歉 想道歉 还有几个NGO组织 没有提到 那么好像在RGF这个会议之后呢 我们好像又有14到15个NGO的组织参加进来 好 现在我就来做闭幕词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能够代表印度尼西亚的通讯与信息部 来做闭幕词 我想感谢RGF的秘书处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 那么从RGF的第一届开始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同时我也想感谢联合国的经济社会事务部 因为他们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利益的相关者 最后呢我们还要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发言人 感谢他们做出的这个贡献 你们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所做的这些评论呢 都会对我们非常有益 而且呢会能够进一步加强 英特网的这种价值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这个论坛当中呢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做出贡献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对网络进行治理呢 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共同的责任 那么它包括学界政府和公民社会 我们以及技术界 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应该做共同的这个努力 减少我们之间的不同 不同国家的价值观 也许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 能够得到更多的共同的这种想法 这样才能使用网络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 网络的这个空烟 网络的这个世界 要不断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遵循 我们社会的一些价值观 我们不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是在网络生活当中呢 都要遵守这些基本的道德 基本的这个伦理 从过去的几年当中来看 印度 尼西亚 组织了几次 英特网的这些论坛 比如说像GENEF 还有那GENEF的这个磋商会 我们也在这些会议当中呢 讨论了一些这个世界上 关于网络的治理方面的一些规定 另外呢 我们还对于网络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安全呢 也做出了我们的这个贡献 做出了这个贡献 因此印度尼西亚 在以后呢还会进一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要对这个在2015年之后的这个工作如何来做 那么如何进一步的再促进在2015年之后的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这个合作 以及在巴黎呢 在这个以后呢 还会有更多的会议来讨论商界在这方面的这个作用 那么还会在这个巴西呢 还会考虑在2015年之后 公民社会呢 在这个网络治理方面的所起的这个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很快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做自己的这个工作了 我希望大家都享受在这里召开的会议 和每一个分会的讨论 也希望呢这些能够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这个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个合作 最后一点 我希望巴黎的美 巴黎的这些文化 能够临在大家的记忆当中 我就说到这里 这现在呢 我的闭幕词就结束了 我把麦克风再重新交给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的这位主持 这位先生 谢谢 我们在宣布闭幕的时候 要用这个锤子 我们开幕时要敲一个锣 闭幕是这样 敲这个小小的锤 谢谢 感谢观看